对 金刚 我这么久的侦查 我终于确定 东浪大帝 就是你 你 为什么 你还有脸问为什么 秦昂 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到 你从唐大明的臭地里 偷走了钥匙 然后你潜伏到机钥匙 杀了两个警卫 窃取了密码本 表面上看 唐大明是对你软件 但实际上你初入自入 你早就买通了两个警卫 与此同时你以唐大明的名誉 给日本人发了一封密电 故意让雅德利截获 作为唐大明是内奸的证据 我说得一点不错吧 原来那个整夜又等在我身边的回应 和每次行动阻止我 打电话警告我的人 竟是你 不错 就是我 你没有想到我还活着 你更没有想到 不错 我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吧 我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吧 没错 你没错 我就是躲避大盗 好 你承认了 你承认了 竟好 你不想为自己开脱吗 没这个必要了 这是我早得应该想到的 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我是无意中认识了 我几个日本外务省的官员 那时候 日本人正要发动战争 他们就前逢百计地发展我 让我做间谍被我断然拒绝了 可后来我万万没想到 我万万没想到 他们竟抓了我的家人 用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威胁我 我也是没办法呀 你觉得你的理由充分吗 这不是理由 这是事实 我很清楚 一旦走上这条路 就没有回头的办法了 雅德利刚到武汉的时候 日本人就开始拉拢他 但后来我们军方介入 日本人就准备把雅德利铲除 但几次三番都没有成功 当时由于你和路牙在场 我也无从下手 无奈之下 就只好把他带回了重庆 到重庆以后 四姐就成了我的联络人 同时日本人也改变了策略 准备顺水推舟 让雅德利留在军方 被我们所用 我的任务 就是留在黑市里 窃取情报 对了 后来我们军方要开军事会议的事情 被日本人掌握了 日本人命令我 要尽快地偷盗3A密码本 但是我的第一次行动失败了 为了掩盖我的真实身份 我设计了钓鱼行动 并把它献给了唐大明 但没想到的是 这次行动也出现了意外 你被炸死在船上 只有路牙活着回来 所以 她自然也就有空难辨了 接着路牙前回黑市 寻找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 我为了找一个替罪羊 就杀了那个唯一可以证明 路牙清白的女少尾 再后来 余文在我们结婚的那天 和路牙逃走了 她宁愿和路牙逃亡 也不肯跟我在一起 我当时真是发疯了 我一定要杀了路牙 我召唬下来 她宁愿和路牙逃走 我都还记得先 你誓得先 云和路牙逃走 我还记得说 你这条路牙逃走 你这条路牙逃走 我也想想想想想想想 我这条路牙逃走 唐大明手里还有把 舍牙钥匙的事情提醒了我 而且 我偶然发现 路牙在追查思解的同时 已经开始怀疑上唐大明了 我就顺水推舟 一方面贾义和路牙和解 联手制定了对付唐大明的计划 另一方面 在黑市栽赃唐大明 我知道路牙查出思解就是罗兰夫人后 我马上通知了思解 让她得以迅速转移 也就是因为这个 思解也想干掉路牙 其实 我刚到重庆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思解的真实身份 后来才发现 她是利用慈善总会的名义 已经搭上了唐大明这根线 作为她在官场的靠山 而且他们还一起联手 走私正简 顺便见识黑市的情况 不过那个时候 我已经无论如何 不能让唐大明活着了 剩下的事情你也清楚 是我让陈全投了 唐大明的钥匙 投走了密码本名 交给了思解 然后 我就在黑市一步步地 供唐大明的火 抓住他走私的执行不放 竟然说他是日本间谍 我就是想逼他先动手 只要他先动手 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了他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唐大明经腹地抽薪 强盗总无需自首 我万万无奈之下 只好临时决定 暗杀了他 卢家带着他的人 一直把我追到山上 我弹药也没有了 腿又中了枪 我就是想可能 这次就倒在那儿了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男的 蒙着面 枪法极准 撂倒了十几个人 把我救了下来 一个蒙面人 对 从他的枪法和身形 我看着非常熟悉 我觉得像极了李克强 但是 我问他信什么叫什么 他不愿意说 等他转身走的时候 我突然叫了他一声 他犹豫了 他这一犹豫 让我认定他就是李克强 李克强 怎么可能 你确定你看清他了 我相信我的眼力 看守 你大哥回来了 那他有没有说别的 没有 看守 你千万要冷静 这件事情 我是想了一想 才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的性格太冲动 你大哥这个时候突然出现 但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 什么简单不简单的 那我大哥去哪儿 你总应该知道吧 不知道 看守 看守 上哪儿去啊 我去找我大哥 不管他在哪儿 我一定要找到他 看守 宇文 别追了 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嗯 只要他就算是什么 你真正的 我还要是 我还要是 他看守 我不是 你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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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正的 你真正的 这完全打乱了 我利用唐大明 做替死鬼的计划 我当时简直是气疯了 独臂大道的事依托再托 我好不容易伪造了证据 引导了舆论唐大明也死了 上风的一句话 竟然全部推翻了我 我只好继续追捕路牙了 好 独臂大道坦白完了 我必须承认 如果我要是死了的话 你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很完美 你自己也表现得很不错 清浩 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 螳螂谱蝉 黄雀在后 其实刚刚在网室厅 我发现你的照片不在墙上的时候 我就已经猜到 你很可能没有死 老子回来了 当然要把照片取下来 何况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你的任务 你的任务 就是杀死我 对吗 没错 你当然可以一枪把我给毙了 但我劝大哥你不要这么做 你最好先把我绑了 把我做内奸的证据公诸于众 然后把我送到军事法庭上 随便咱们触绝我 我都认罪复法 为什么 你现在杀了我 没人会相信你 你突然出现 很有可能大家会认定 你其实才是真正的独臂大道 更何况 何况什么 你毕竟是日本人的俘虏 你很难说清楚的大哥 我这是替你着想 反正我死有余辜 怎么死都是一样 你上跟我来这套 你既然承认你是内奸 老子不应该放过你 我一枪崩了你 为我出汗 那好吧 你开枪好了 反正我他们也活腻了 有种啊 好 老子就成全你 你有胆做内奸 你就会想到有今天呢 我当然想到了 可我有什么办法 可我有什么办法 我的一家老小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大姐小妹 都在日本人的手上 谁能来帮我 我能怎么办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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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过来这套 你做了那么多伤天害脸的事 出卖兄弟和民族大义 你只有一死 别无选择 你呀 要是还有良知的话 你就自行了断吧 你怎么办 我都没有听到 你没听到 你怎么办 我还没听到 你怎么办 我是老子 你怎么办 你老子 我都没有听到 你怎么办 你不停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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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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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杀了我 杀了我呀 你以为你死了 就等一了百了了吗 大哥 管在拖电交往的份上 你就给我那个痛快的吧 这是我唯一能赎罪的机会 求你了 赎罪 你拿什么来赎罪啊 你一条命 能赎得了你的罪吗 那你让我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办呢 我问你 你为什么没有杀臣权灭口 是 我是应该杀了他 我们这种人 要想最好地保护自己 只能把所有的知情人都杀了 你 可我下不了手 我 我不想再杀人了 我下不了手 五三五四的大暴涨啊 死了那么多人 我真的没想到会那么严重 我没想到 我 是我偷换了亚特利的命点吗 是我把情报交给日本人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你怕不 我没想到 那你可是不是 你怕不 你怕不 你说什么 日本人想轰炸我们的军事会议的会长 比我无论如何要偷偷密码本 可是我做不到 我再也不能这么干 我就仿仗 防止了一个密码本交给日本人 那真的密码本呢 在电话里 我再来 秦鸥 秦鸥 你是我带出来的兄弟啊 我的确没有想到 你会走那条路 如果你要是个男人 你就不应该想到死 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是太容易了 但是死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就这么死了 你秦鸥就是一个内奸 自己的罪孽 要自己来偿还 必须偿还 我已经想好了 你一定要活下去 听我的 要活下去 要活下去 活下去 对 对 大哥 更重要的是 现在你比我更有用 我已经想好了 我不仅要留下你一条性命 我还要为你洗底 还你的清白 你给我听清楚了 只要你秦鸥真心回头 真心报国 我就豁出这条老命 也要成全 我现在给你个任务 我替你承担 独避大道的罪名 不 不 你听着 你要继续隐藏下去 利用你现在间谍的身份 找到机会对日本人反隔一击 阻止日本人在大后方的推进 打击日本人的侵略 这是你赎罪的方式 哪怕最后和日本人同归于军 请好 不 你不能替我自己死 大哥 我不同意 我不 不配 对 你是不配 但你必须要承担 这是你这辈子最后的机会了 我不能眼看着你替我去死 我不行 就我们这种人的命 生来就不是自己的 死不足惜 但是人的气节和良心是不能丢的 此国家民族威王之际 必须以此相争 别无选择 是 你说得对 作为一个军人 我已经成了敌人的俘虏 而且我也几乎成了残废 如果我要让自己活下来 我怕我死了也闭不着眼睛啊 现在我清楚了 我的任务即将完成 而你还没有 我要你替我 大日本人 这次你不能让我再失望了 靖狼 我要你现在其实 我要你现在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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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赶上 我来 去想什么 再去看的话 我现在起事 是老板手 我现在就在内部 我现在起事 就不会受到我了 老板手 他没死 对 陆牙今天跟我说 他见到他了 我想他应该不会看错的 春夏 帮我一块儿找 如果李克强他没有死 他为什么不回黑室来呢 我也不知道 今天陆牙 被卢家带的人追上到山上 是我大哥忽然现成救了他 然后呢 然后他要走了 走了 不过我相信 只要我大哥活着 我就一定能找到他 他如果还活着 为什么现在才出现 快起始 不过我 我起始 秋昊 别忘了今天晚上的起始 我 只过大北走 七儿 你受伤了 是李克将 我大哥 我大哥真的没有死 他的脸被毁了容 又是我也惨起来 但他的确没有死 而且 他还想杀了我 是李克将 他肯定没有跑远 你们给我去追 抓活的 是 你 别跑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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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跑 我去找你 秦鸥 你说是我大哥打伤你 那他为什么要杀你 不知道 按你刚才说的 既然我大哥已经残废了 那他怎么又能打得过你 我刚巧在属柜间整理东西 突然破窗而入 进来一个人 我仔细一看 竟然是李克将 还没等我开口 他就冲我开了枪 秦鸥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李克将为什么要杀死你呢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回黑市来找你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我大哥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伤继无故 开手 不要轻举妄动 我现在有个巨大的怀疑 很有可能唐大明和路牙都不是独臂大道 我们都错了 放你妈的狗屁 你的意思是我大哥是这些 我也不想相信 我也是李大哥一手带出来的 他的为人我比谁都清楚 可今天这事情容不得我无信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李克将了 他已经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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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ming 是否 metal 二аз ow 二十分手 你实现了 站住 别动 走 别动 再动开枪了 住手 一路上有令 装活的 上司 大哥 是你吗 我不是你大哥 你认错人了 好 既然你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杀秦敖 秦敖是谁呀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既然你听不懂 那就跟我们走一趟 可是你不想要杀秦敖 你这是干什么 大哥 别说了 什么也别说了 赶紧走 走 走 来 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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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大哥 你这些日子就住这儿 大哥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爆炸之前 我在船舱里 后来我跳了出去 虽然没有死 可落下了这个模样 既然你没有死 为什么不来找我 干什么 你说什么 我几乎成了废人 见你们还有什么意义啊 再说啊 黑市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啊 就跟我没关系了 正好 老公 我老给听听 那就毕竟话就回来了 大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连我开手都不相信吗 开手啊 我不是不相信你 有些事情啊 我不想让你牵着进去 大哥呀 我的命都是你给的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是 组长 李克强果然没有死 那人呢 我们的人已经抓住了李克强 但是看守突然从背后把他们打晕 带走了李克强 现在咱们的人正在外面追查 这个看守简直成事不总百事有余 头儿 我真不明白 李克强成了残废 现在又和黑市对着干 先别管这么多了 这样吧 通知下去 让弟兄母今天晚上辛苦一下 给我连夜抓人 就算是挖地三尺也要把李克强和看守 给我带回黑市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大哥 这就是你的计划 没字 绝对不行 我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 秦敖那个王八蛋做了叛徒做了内奸 千刀万剐都不够 凭什么进去 看守 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谁 我的目的 是和日本人死拼 那我也不同意 只要去就是我去 对 大哥 你留下来 我替你去完成这个计划 看守 我当初不告诉你原因 就因为你太莽撞 就算你到大街上喊 说你是独鼻大盗 故意才相信哪 瞧你那冒手冒脚的样子 麻烦 坐下 家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和她 杨栋梁 五 convers 你要好好地给我活着 你要给我盯紧了清aud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哥 这石子不再带了 赶紧走 听着 你先走 到全边等我 我们都得回合 大哥 我掩护你 你快走 快走 快 来 握抖 快握抖 大哥 哥 等到天亮 我去去找黑市的人 朕的解码本就在我身上 他们只能相信我才是独臂大盗 独臂大盗的计划不会有问题 但是我死了以后 就全靠你了 不行 我一定要保护你 我一定要保护你 你的计划我来完成 你答不答应 你要是不答应 看手 我就死给你看 看手 我相信你会这样做 可是你别忘了 可是你别忘了 刚才我咽进去的东西 难道你能把我肚子抛开 把东西取出来 然后再咽到你的肚子里去 是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好 我答应 我答应 这才是我的兄弟 好了好了 兄弟啊 咱们俩今天好好地喝一顿 就算是给大哥送行了 别打了个脑袋 求你个熊样 那就就来 看了